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这个年纪针天纸 帝自己贴个小风花 我在进行花 我要像节目 好不容易 再谈一个楼 向上线出来楼 我是可以复制你们一个人积分的 他和你同样的积分 你肯定打不过他 你真的好会投我事 比我厉害多了 谈不上他 感觉现在很像那个 楚门的世界 所有人都在看着你表演 你好好笑啊 我不会变成一个搞笑女了吧 没有月的心情 没有我女的心情 我要但凡是个富二代 我现在就走了 我不会穿的 我真的我一辈子不会穿 我冷死我也不会穿 你们两个怎么是这个反应 我虽然来了超级开心 我觉得这里就是适合 我的前缘木哥生活好吧 其实你应该在比较前的轮次 把这个书弄得比较小 那你拿完一之后我也拿一 到后面就很复杂了 得出结论是 拿三以上的都是书 你好 你们的小高学姐又上线了 现在是午休时间 然后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讨到的办公室 好物 要就从最近的开始 就是这个 刚刚讲 这个小猫的腰枕 首先必须要承认 因为颜值入了它 真的太可爱了 感觉看到它心情就不变好 然后呢 还可以这样抱着它 还是看完先 大一个支撑的作用 但是它的作用不是这样的支撑 而是 哎呦 开关在这里 然后弄了之后 它就开始工作了 真的 看我的手 是不是感觉就非常的顺滑 属于加科研人 能有这样的待遇啊 真正 边按摩 边看完线 真的太舒服了 它还有很多模式 可以去换 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关掉 当一个简单的考诊 下一个 请勿 大家听好了 注意了 谁学习的时候爱玩手机 请你 看看这个 为它起的名字 叫它说 这些监狱 按就是按这里 你可以设置时间 不玩手机的时间 这样就可以把手机放进来之后 这边就开始了 如果你真的特别想玩 只有一个办法 把它给砸好 砸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